这波疫情冲击到了不少的产业 连带也波及到了就业市场 而劳动部在日前针对了安心 即时上工计划进行松绑 包括了放宽申请资格 延长参加计划时数 提供防疫津贴 以及增加线上申请等四个措施 而释出了1300多个的职缺 也希望协助受疫情影响 收入减少的老公朋友 疫情尚未缓解 冲击不少民众住业机会 劳动部劳动立发展署 18日公告修正 针对安心即时上工计划进行松绑 放宽为不限投保资格 只要年满15岁国民 或与我国境内设有户籍国民结婚 且获准居留依法在台湾地区工作的 外籍配偶都可申请 安心即时上工计划 由原本限定于申请登记日前一年内 有劳保或旧保投保记录 放宽为不限投保资格 只要年满15岁国民 或与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之国民结婚 且获准居留依法在台湾地区工作之外 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居民或澳门居民都可以申请参加 其次 人规定每月最高工时80小时 每人最长补助6个月 修改为到明年6月30日计划截止前 每月最高合给80小时 每人最长以960小时为限 也就是说曾经申请过 本计划的劳工可以再次申请参加剩余时数 而现在正在上工的民众 也可以继续累计上工时数 不必再重新申请推荐 未符合指挥中心规定 现场门口会分流引导民众等候 注意中心呼吁 非必要请不要到注意中心现场 既可避免群聚风险 又能节省现场等候排队的时间 再加动动手指就可以申请 津贴请领时数 这次也提高到最长960小时 若工作内容有涉及防疫接触风险 每人每月另外提供最高2000元防疫津贴 曾经申请过本计划劳工 可以再次申请参加剩余的时数 民众可透过台湾就业通网站会员账号密码 登入申办 或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寄送申请登记表 或者电洽华联就业中心预约排程 洽询电话038-323-262 接着蒋邦彦华联士报导